潮州教会石头彩绘 见证分享 潮州教会石头彩绘 毕竟多年彩绘后的石头经过日晒造成油漆脱落 确实有碍观瞻 偶然去教会与牧师讨论后 于是我们也觉得应该重新彩绘 回到仓库看看所剩的七彩 刚好运用在教会石头彩绘上了呢 诗篇58-11节说 因此人必说 艺人诚然有善报 在地上裹有诗行判断的神 没错美美的上妆魅力的登场 艺人要让教会这块神爱世人的石头 燃起恩典的光彩亮丽跟魅力 教会整体环境美花上 也是非常重要的一环呢 看看所剩的油漆耗材 放了多年也会耗损过期坏掉吧 协商后开始进行修补恩典作业 引用圣经传道书十一之一节 你趁年少的日子 就要把你伟大的创造主紧记在心 这附近潮州住宅区很多园民移居此地 教会也算是一个新居的 周围是透天豪宅的地方 想想这里如有一栋房子 至少要好千万吧 每间看起来蛮舒适的感觉 这也看得出来 园民居住豪宅都不是惊叹的疑问吧 其外话 美美处理剥落的油漆 必须要铁刷一次又一次的刷前镜 费时又费力 色彩离不开原本的样貌 用黎黄色代表土地的当下 在神世爱周围部分 使用蓝色拥抱的人形图样 有跨越宗教之间的图同元素 也意味着来此地的平地人或园民 大家都是教会的成员一份子呢 石头背后处理后 使用爱心大爱迎接来此地参观或信仰的民众 周围部分使用排弯共用弯曲图同元素 以及海浪波纹路等 把所有线条总归到爱心边缘 意味着爱总有部分 尤其对主的爱就是大爱意思 感谢潮州基督传道会一直支持鼓励与加油 在设计上赋予圣经故事里加强了图同元素 就为符合时代潮流创新与感动从上次彩绘 慧悟圣经每篇故事恩典 并告诉我们爱是什么 感谢潮州基督传道会成牧师 音乐恩典之路 欢迎分享平安 明镜与点点栏目